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出席今日的記者會 今天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醫生 以及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學院下醫生 首先就是張醫生幫我們 回報一下今日確診個案的情況 昨晚我們確診了16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11510至11525 他們是七男九女 年齡10至42歲 那16宗個案裏面有15宗輸入性個案 其中包括5宗是由印度抵港 4月4日抵港人士 他們都是坐UK6395的 這五位人士裏面有兩位病毒株 是大501Y的病毒株 變種病毒株 另外有四宗是巴基斯坦 導港人士 其中有兩位是坐UK384 在4月3日導港 另外有兩位是坐UK384 在3月23日導港人士 他們都是第12日的樣本 這兩位第12日的樣本的人士 都是有M501Y的病毒株 另外有六宗是菲律賓抵港人士 其中一宗是在4月3日坐UK372 他們都是大M501Y的變種病毒株 另外加上今天八個M501Y的病毒株 還有三位是N501Y的病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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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宗是N501Y的病毒株 總共有173個值得關注的 變種病毒株的病毒株 都是大M501Y的病毒株 其中有七十一位是英國那隻 有二十位是南非那隻 五宗是巴西那隻 六十五宗暫時未能分類 另外有十二宗就是 只知道是N501Y 但因為樣本各樣的問題 就不可以再做分類 另外我們除了那十五宗輸入性個案 還有一宗是本地個案 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她是32歲的男士 同家人就住在油堂孫華堂樓 這種大廈就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她在3月30日有些喉嚨痛 接著就有些眼腫 在4月1日、2日就看過私家醫生 接著就拿了樣本 就是一個確診個案 她就是最後一天上班 其實都比較早的 在3月22日 她在彌敦道匯豐中心那裡的封閘電器 在那裡上班就是賣電器 她就在… 因為她的太太就是3月24日 就在聯合醫院生了一個寶寶 所以她在3月23至26日之間 都有去過聯合醫院 但是都是在那裡的走廊等候比較多 或者有些時候去接太太出院 還有拿些東西給太太 另外就是曾經在… 都是前復期去過觀塘的母嬰 在3月19日和3月27日 這裡我們都會跟母嬰健康院跟進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有些比較近距離的人士 另外她就是比較多 就是3月28日至4月3日之間 就有去這個… 即是早上 有去這個李玉門市場 那個樓下的李玉門廣場 應該是說李玉門廣場地下的李玉門市場 買菜 我們翻查紀錄 之前我們都有兩位個案 都有去這個街市的 都是24至29日之間 就是有兩夫婦 是之前一個個案的家人 即是相關個案 都有去這個街市的 但是大家都不記得去過哪個店 時間就不是一樣的 那個應該是下午兩點多的時候去的 但是因為都短時間有這些個案 我們都擔心在李玉門廣場下面 那個李玉門市場 會不會都有機會 有一些隱隱的傳播連 所以我們都會把這個 遊堂李玉門廣場地下的李玉門市場 都放在這個強制檢測的範圍裏 因為之前那兩個個案 最早去到24號 所以在24號之後 3月24號之後 如果去過這個市場的人士 或者是在那裏工作的人士 累積去過兩個小時以上 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 另外那個工作的地方 很多他的同工一起上班的人士 我們都會要他們強制檢疫 以及檢測 另外那個曾經去過這個風炸電器 在過去14天內去過這個風炸電器的地方的人士 都需要 如果逗留時間是超過兩個小時 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 我們手上就暫時好像有三個初步有性的個案 都是輸入性的個案 暫時就沒有其他那些不明源頭的個案 那我幫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麻煩你 那現在何醫生幫我們回報一下 醫管局方面的情況 好 各位你們好 那至今早9點鐘 過去24小時 醫管局的系統一共情報了17宗個案 那我們有6名確診的病人康復出院 那至今我們有11,145位的病人康復出院 那至今早9點鐘 我們仍然有128名確診的病人 分別在21間公立醫院和北大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那裏留醫 其中6人情況是危殆 3人情況是嚴重 116名的病人情況是穩定的 我們負壓病房病床的數目是1,197張 使用量是56% 至於負壓病房的數目是651間 使用量是65% 那我報告到這裏 那現在提問時間 請大家先舉手 有我的同事交給另一個麥克風發文 那在發文之前請介紹自己代表傳媒機構 第一位那位是女士 各位醫生好 蘋果日報 先想問你原門的 你說也有去過你原門的市場 那兩夫婦的個案是甚麼 那個市場本身有沒有安心出行 預計要檢測的人會不會像商場那樣 未必能找到 封閘有多少同事或者家人要去檢疫 還有傳播期 4月2日前兩天有沒有特別去過哪裏 都可能要做檢測 之後想問昨天有一個62歲的男人 他應該上星期五在街上不舒服 暈倒送到博外醫院 接種過科興疫苗 想問何醫生可不可以說少少 他4月1日在普通科門診 是說確診有高血壓 可不可以說一下他的病情 是否控制得好嗎 等等的資料 初步看有沒有說 跟疫苗接種有沒有關係 最後想問菲律賓的航班 也有比較多變種病毒 今早也有問過原教授 覺得是否需要停止那邊的飛機 他也說交給處方作考慮 想問張醫生覺得是否需要停止 菲律賓的航班 麻煩你 之前那兩位相關的個案 是11493和11492 他們都是住在游泥村 我們都請Ozio 都將安心出行 如果有數的安心出行 那個地方都是發佈的 在市場上 我知道都好像是有的 但是人數當然具體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就是 起碼那裏做大清洗 還有那裏的工作人員 起碼要先做 那他在匯豐中心的封閘電器 都有幾十位跟他一起上班的人士 需要接受檢疫的 但是因為時間都是 他只有一天上班22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很短的檢疫時間 可能幾天 但是希望他們做了檢測 才離開那個檢疫中心 另外家裏就是幾位 五、六位 他跟他一起同住的人 就需要接受檢疫 那變種病毒 其實我們輸入個案 其實如果你看回 起碼現在有173宗 那個M01Y大 那些 其實都有很多個國家都有 我想二十多三十個國家都有 這個輸入這些變種病毒的個案 那比較多的就是菲律賓 巴基斯坦 或者較早前很早期的英國 現在印度都有十多宗 之前就是其他地方 就可能一至三宗 那其實香港就做 因為都預計了很多地方 都可能會有些變種病毒 就是全世界 總之有寒巴來香港 都有機會這種情況 那所以香港都做一個 比較嚴謹的入境措施 有一天的一個指定酒店的措施 那至於會不會需要再做 停啊或者是其他那些 可能都要留給政府考慮 他主要都是因為太太家人回家 所以他主要都是去街市 就是買菜 然後人回家 那你有沒有想到 男人的地方 我都沒有數到 但都知道他們都是需要做的 好 關於那位男士 我們知道 其實他是4月1日 去普通科門診 他是那天才 剛剛新確診 有血壓高 所以醫生就安排了一些 血壓藥給他伺服 因為都是新確診的血壓高 就住這位病者的情況 其實我們都根據機制 情報了給衛生署 還有公務員事務局的專責小組 我們也都將相關的資料 交了給專家小組 知道他們都會作出一個詳細的調查 還有這個個案 我們也都交了給死因裁判官 知道之後 專家小組都會再出來 跟記者交代這個情況 還有都會發出新聞稿 所以在這裏 我沒有其他資料再補充 知道他們都會有一個跟進工作 下一位 這邊最後那一項 外面的位置 你好 我是Cable 首先想問一下 現在復活節假期 多了很多人出街 目前這幾天都可能有些零星的不明個案 預計假期完了之後 社區會不會再爆發 還有情況大概會怎樣 第二條問題就是想問一下 袁國勇今早就說到 如果香港開始出現巴西變種病毒 兩針的效果未必會好 市民可能要打第三針 有沒有說有數據 可能看看目前這兩劑的疫苗 對巴西變種病毒的效果是怎樣 對巴西變種病毒的效果 當然 如果多人聚集 尤其是長假期之後 當然有多了一些不戴口罩 或是一家人聚集的情況 就會有機會反彈 這些反彈可能不會立即看到 可能都要幾個星期 就要看照傳播期 潛伏期 還有有沒有病徵 有沒有去看醫生 所以也呼籲市民 如果你在長假期跟別人相聚過 有些高危的活動 如果真的有一點不舒服 也盡早去看醫生 不要掉以輕心 至於你說疫苗的 我想現在暫時都沒有數據 下一位那邊 第三行 外面白色衣服的女士 你好,TVBG 想問問那位不明源頭的個案 其實他是看過哪一間私家醫生 那位私家醫生的醫生 以及病人是否需要做檢測 以及想看,譬如袁國勇 今早也有說 不排除假期之後 確診個案會回升 你們有沒有加強假期之後 那些檢測的服務呢 另外就是梁紫超也有說 其實譬如運輸、酒店或機場的人員 應該加緊到每七天做一次檢測 你們會不會考慮這樣做呢 謝謝 我相信 檢測 我想現在一向的安排 都應該是比較足夠的 一天都可以做到很多檢測 至於機場的高危的人士 例如衛生署有機會接觸 一些旅客的人士 都會做每七天的檢測 下一位,這邊的位女士 港台記者 想問那位不明源頭 曾經去過母嬰健康院 想問她其實她逗留了多久 有沒有接觸其他輪候的人 還有她在那裡做過什麼 還有她現在的太太和初生嬰兒的情況是怎樣的 還有想問H.A. 就是今天在中山紀念公園的體育館 有停針影響的市民 反映她的系統 其實安排她在7號下午才打針 但因為她要趕飛機 所以打針的時間 的系統只可以說她13號才可以打到 最後就獲得安排即場接種 想問一下 一般如果遇到這些情況 你們是會怎樣去處理的呢 是怎樣才可以特事特辦 去安排這些受影響的人打針的呢 還有因為復必泰 其實是一瓶可以開到5劑的疫苗 那是怎樣去兼顧受影響市民的需要呢 會不會這樣臨時開一瓶出來 又會突出一些劑數出來呢 謝謝 她應該是19號 她3月30號喉嚨痛 她3月19號和27號就去過 館塘母嬰健康院 都不是傳染期的 不過因為她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所以我們都會追蹤比較長時間 她19號就陪太太去 母嬰健康院看醫生 所以她就坐在大堂那裡 27號就是帶兒子去初生嬰兒看 也不是說做了很久 我們都會跟母嬰健康院跟進 看看會否有些人 即是前後那些人士 需要看看怎樣 她們都在檢疫中心 我自己沒有記錄 她應該是4月1日 就因為眼腫 即是除了喉嚨痛 眼腫 她看了醫生 4月1日再看 都是建議她要 即是去看另一個醫生 就建議她 還有4月2日開始有些發燒 所以就建議她去做測試 我們有通知她們 就是建議她們做檢測 我手上沒有資料 好 因為她的眼腫 可能她以為有別的原因 那個風宅是嗎 尼敦到64號的衛峰中心 好 海珊 關於先頭提到那位女士 據我所知 其實她系統幫她安排了 4月11日打第二針 不過這位女士其實在4月11日之前 其實安排了出閣 她當時也展示了 她這幾天要出閣的機票 證明了給我們的同事看 所以中心的工作人員 就運用了她們的著情權 利用了空出來的名額 就安排給這位女士接種疫苗 我們都希望這位女士 就不要浪費了她第一天 第一次打針的功夫 還有這些都是一些特別的情況 我們才考慮利用著情權 如果市民就住系統上 約了一個期 是不配合自己的時間 都希望她經過網上 再安排另一個預約的時間 讓她們自己方面去打第二針 因為我們都是用空出來的時間 那個時間的時間 給她 所以運用上面 我們都看到 可以有那個名額給她 好 下一位我們回答英文問題 那邊第三方 最出的位置 網站 對 我們有關於小事 中心 and my second question is we've seen a rise in imported cases throughout the week and previous weeks why is this such why are there so many imported cases and will the government perhaps try to include more stricter border controls or stricter border measures, thank you the case did not go into any ward or any places in the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he just waited outside in the corridor with masks and waiting for the delivery of the wife and for the others days he just come to pick her wife away to bring back home and also brought some things to her wife so he didn't actually go into the wards with patients so did not have any contact with other patients that's why we did not ask we have not asked the hospital to do any mandatory testing and we have we have liaised with the infection control officer in the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to countercheck this fact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mported cases may be related to the the epidemic in those countries who came from the patients came from we understand there are quite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lso other areas that's why we are recording more and more cases from them we are already instituting a quite I mean one of the strictest border control in Hong Kong I mean the whole world we have a 21 day quarantine in designated hotel which is the longest and they have to be in the designated places so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may consider other measures straight term measures in the future I will answer the English question Hi I'm RTHK so about the Leiyue Moon Food Market and the Fortress Store how many staff will have to be tested or quarantined and should customers be worried about having been to these places and should they also get tested and also are you worried that the Covid situation may rebound after the Easter holidays given that so many people have gone out to the streets during the holidays and also about the importer cases some expert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erhaps stop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s from entering Hong Kong for a period of time do you think that would be a feasible and suitabl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thank you I do not have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work in the stores or the markets I mean all the staff in the stores have to be tested and also the customers who cumulatively have stayed in the market since 24th of February I don't know March they are advised to be tested actually we will issue a compulsory testing notice for them so just to make sure there is no silent transmission among this I mean their presence in the market is just a coincidence not reflecting there is a silent transmission of course we are worried about whether there will be rebound of the COVID after the long Easter holiday especially we can see so many people in the streets so we have to closely monitor especially in the coming one or two weeks and for the inbound travelers I think we have already instituted quite straight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in Hong Kong including 21 days quarantine in designated hotel and frequent testing among them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can consider more straighter measures Nextbie the next one of the Now TV First I wanted to ask the fact tha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lace of the 那些情況會出現 其實他在街市裡面買菜的時候的情況是怎樣呢? 第二就是想問一下 今天另外看到一宗輸入個案 11511編號 發病日期是3月10日 其實已經過了21日的檢疫期才確診 可否請衛生副中心說一下這宗個案 為何這麼遲才確診呢? 最後今天袁教授也有說過 其實在長假期期間 一些私家醫生的診所其實都沒有開 確診數字有可能是因為人位低了 其實這幾天本地確診數字都是比較低 那怎樣看袁教授的說法呢? 據我所知的電器譜應該有地下那層 Basement 1、Basement 2 他應該在地下那層賣電話、相機 以及一些美容儀器那些 當然有機會跟顧客接觸 當然他上班的時間 其實就是3月22日最後一天上班 之後他就放假 他3月30日才開始發病 所以他傳染顧客的機會 我覺得是很微的 但是為何我們都要做強制檢測 又檢疫呢? 就是我們不知道他的源頭 究竟會不會是有機會其他的員工 或者甚至是其他的顧客都給他 這是其中一個途徑 當然他住的地方 他去街市或者其他地方 都有可能的 這是其中一個我們懷疑的地方 所以才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或者檢疫 那些顧客 如果接觸他那些 我就覺得不太有風險 反而說 曾經在那裡逗留過 會不會其他人有機會 是一個源頭呢? 這個我們不能排除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那間 其實都建議他做個檢測 應該他上班的時候 就有戴口罩 他去街市也不是說去很久 每天都會去那幾天 都是有戴口罩 11511 他就是4月3日到港 他應該是3月10日曾經發燒 離港的時候 就是檢測的 應該那時候已經不是發燒 但是所以這個時間那麼久 就是他到港的時候做檢測 就已經找到他是一個確診個案 施加醫生 是的 究竟有沒有上班 好像星期六日 都會有這些情況 可能施加醫生沒有開診過幾天 就可能會在那方面 拿到的樣本會比較少 當然其他地方 比如說社區檢測中心 或者一些樣本樽 其他化驗所都在開業做 只不過如果你有病徵 去施加醫生看的可能會少了 當然也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上班之後 有些人才去看病 有機會之後會當上個案 這個有機會是個假象 我們回答最後一個 各位 兩位醫生 你好 明報 想問剛才說 那個聯合不明男子 都早上去街市 另外那兩個確診者 是否早上去街市 時間上是否相同的 還有也想問回 之前她去聯合醫院去探望太太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陰性檢測證明 她太太在留院期間 跟多少人同房 她太太又是何時拿到陰性證明 會不會有風險 第二個問題想跟進回 之前張君澳的新都城中心 總共檢測了多少員工和房客 當中有沒有一些人 有驗出陽性呢 第三條問題想問 過去統計的173宗 檢測了變種病毒的個案 分別有多少宗 是來自菲律賓和巴基斯坦 我好像沒有看過她之前有做檢測 但在之前的時間 我沒有檢測得很清楚 但她其實沒有進去探望太太 她全部都是在外面 也沒有進去病房 我不知道這種情況是否需要 如果你是要陪診 陪生 好像是要的 她就沒有進去產房 所以她有機會是沒有一個陰性檢測 都未定 新都城那裡 我詳細 我也不知道他們總共染了多少 我想都可能有數千 但暫時都沒有一個初步養成的個案 關於所有入院的病人 包括孕婦 其實我們都會跟她做入院篩查 所以這位孕婦 就是初步確診那位太太 其實我們都做了入院篩查 她都是呈現陰性的 暫時我沒有當日她和其他 多少病人同一個病房 不過所有檢測都回來都是陰性的 今天記者會道指援記者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我答漏了 我手上應該是73宗 菲律賓 巴基斯坦35宗 好 好 謝謝大家 到現在 大家好 請鼓勵 超級消毒 咧 Auch